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著頭顧高布杰 禮拜三的行情 應該說亞洲股市 甚至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都會出現重挫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的下跌 當你今天看到了 到底今天發生什麼事 今天跌了 應該說跌了167點這個位置 跌了167點 再一路這樣一殺一殺 跟前兩天選舉後的 禮拜一禮拜二 不管是國安今天進場也好 現在大家都在為下跌找理由 為了今天1月22號禮拜三 下跌再找理由 但是呢今天這一根中長黑 我跟大家講喔 破底之路會繼續走喔 破底之路會繼續走喔 你做好整備了沒 我很清楚跟大家講 因為基本上 我不會空口說白話 我會在節目上 留證據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路走來 我不會變來變去 不會像 如果你看一些指標軟體喔 一下就前兩天漲就跟你說要往上 今天跌了又跟你說就往下 基本上有的那種擺來擺去 搖擺來搖擺去喔 它不適合做股票 那個東西就不適合 帶你進去操作 我認為基本上 呃...如果你沒有 真沒有正功夫喔 你真的不要在這個 空頭股市裡面喔 進去做股票 因為有一句話 我跟大家分享 那個軟體根本都不算功夫喔 我跟大家講一句話 新手套高檔 老手套反彈 我給大家的結論在這裡 當然呢 在1月14我跟大家講說 空頭格局什麼 什麼形態 就是舉行嘛 就是繼續形態嘛 下去 再下去又進 1月14我跟大家講嘛 大家會說選後會怎麼樣 我說就是這個啦 又進入另一個舉行 所以呢 當舉行來到下緣 他會談 談到上緣 你應該早賣點 1月14 1月15 我還是跟大家講 記得喔 如果談到這個上緣 要記得逃命喔 1月18 好選舉後 開梯走高 欸 很多人說 哎呀 那個... 很多人就說 哎呀這個 底部到了 底部到了 要進去搶反彈 但是我跟你講什麼 我注意喔 這個還是一個舉行喔 你來到這個壓力區 要找賣點喔 來 昨天 1月19號 跟你講 又見又多的賣點喔 我直接跟他講 舉行啊 通常就是又多啦 那又多 你看不懂的人 你就會認為說 好像跌不下去了 最近很多人啊 不管是分析者 自認為是老手的 通常都會套在反彈 當然呢 這一柱走來 到了今天 你看到了大跌 那 今天晚上的美股又會重挫 那 你看到什麼 南韓股市破底 日本股市領先破底 香港股市也破底 那台灣呢 這個低點呢 來 去去聽好喔 你做好整備了沒 每次在破底之前 都有反彈讓你逃命 你這句話我一直跟大家講 很多人會說 國安基金進場安啦安啦 我說此地無銀300兩 這個過程我都跟大家講了 國安基金進場不是最低點 你不要被騙了 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的是國際觀啊 國際金融環境 國際股市的聯動啊 我都一路跟大家講這個部分喔 這都是我這幾天跟大家講的重點 那今天晚上 美股重挫 你明天開盤看了又破底 你的心情會怎麼樣 今天晚上很多人可能會睡不著覺喔 為什麼 因為現在融資了 今天的OTC指數殺得比現貨市場還要大 還要高 很多人會怕 但這一路走來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新手會套高檔 在11月5號在高檔的時候 我們講說這個年底的高檔的時候 很多人會認為說要回升了 因為說有量就進去 但是呢 他是來套新手的啊 但是只有我跟你講說 基本上注意喔 向下2000點的行情喔 好 那當然呢 當跌下來之後 又有反彈 那反彈到這裡的時候 在12月3號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最後又多 你注意喔 又多 相對的很多人會套在反彈波 那是老手 老手會套在門跟你說 這個打什麼底之類的 但是呢 我還是跟你講 資料最後又多 因為破底之前都有反彈 破底之前都有反彈 讓你逃命 這一路來我看到些什麼 我看到的東西跟市場完全不一樣 因為呢 從去年到現在 我看的東西 絕對都是領先市場看到的 12月22號 借券創新高 我說小心啊 有大代志要發生喔 因為歷史將會重演 因為外資借券創新高 代表未來會大跌 10月23號 又來了 舉行的又多賣點又來了 老手通常都套在這個點 到今天呢 好 破底是如果要繼續走的時候 很多人會講說 有一句話叫 那我相信 股市氣象台我 一直堅持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像樣的反彈 我絕對不進去搶 因為畢竟是空投格局 空投格局是什麼 做空為主啊 向下操作為主啊 還有你趕緊處理股票為主啊 這一路走來 這幾天有沒有反彈 讓你做減碼 有 那結果咧怎麼辦 接下來要往下走咧 我相信喔 這句話你要記得在心裡面 新手套在高檔 這一路走來 很多人新手會套在這個 去年的高點萬點 但是呢 全市場只有我一個人告訴你要拉回 這個都是證據 那這一路走來往下跌 跌了2800點過程當中 老手為什麼會套在什麼 反彈波 因為覺得跌生了 跌生了 跌生了 就應該進去買 結果咧 還有更低點 那一路套 連環套 然後一直攤平 但是往往在這個位置上面 就很多人殺低 這邊買進買進買進的 老手全部殺低 結果咧 還叫你去做空 但是呢 全市場結果我也能告訴你 相對高跟相對低 反彈的低點到了 反彈的高點又到了 全市場都我事先告訴你 但往往咧 如果你的操作方式是不對的 在空投格局 你會見識一個東西 叫財富重分配 叫財富重分配 好 這個財富重分配 我要給你的觀念是什麼 我高副總在做節目 我基本上 我不是為了要收會員 我跟你講 因為投顧業真的 每個人都在收會員 但是呢 我只想傳達一件 正確的投資觀念給大家看 我相信做這件事情 是非常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雖然美國都有成本壓力 但是我認為 我堅持認為做我對的事 我能夠幫助投資朋友避開風險 我認為那是功德一件 當然股市不會只有多投 也不會只有買股票而已 當轉入空投的時候 你要懂得要賣 那你會買不會賣的話 小心財富重分會不會找上你 因為空投格局的特色 我一直在這個節目上 一直告訴大家 空投格局是養套殺的階段 你必須要避免你被阻力 出貨套在高檔 然後命令養套殺 養在裡面 套在裡面動彈不得 結果永遠就是擺著 沒關係 尤其是融資的 膽 我就是膽 我就是膽 我有一天我不賣 我就不會實現虧損 很多人是這麼想的 但往往那個叫做不專業的操作法 專業的操作法會怎麼做 這也是我在做這個節目 在空投格局 我要給大家的分享的 空投格局裡面 你除了要賣股票 懂得賣股票 而且你要去想辦法不要變套牢 而且你要想辦法去累積能量 在空投累積能量的目的是 為了迎接未來的多頭翻倍做整備 但往往新手就會看到 股價在高檔的時候 趕緊去買 但往往就套在高檔 這個聯發科為什麼會跌成這樣 我相信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這個位置上很多人會看說 好像要回升了 看起來要突破前高了 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會買在這裡 新手 散戶就會買在這裡 但往往從技術分析 我們就可以事先看得到說 不對喔 要回檔囉 回檔的理由是什麼 不會平白無故的 他總不會平白無故的 從500塊跌到了 跌破200塊吧 一定有原因所在的嘛 那你要事先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 我相信我都事先幫大家掌握好 幫我的會員掌握好 這就是我去年的代表作 好 當然呢 你想要賺錢 你第一個 一定要去避免落入養套殺的循環 而且你要在第一時間知道 哪裡是起碟點 哪裡是起碟點 趕緊的處理股票 就像現在 我還是認為趕緊的來找我 我相信在上個禮拜或選舉之前 很多人來找我的了 他看到禮拜一 禮拜二反彈 他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正式處理股票的好時機 當然換一個角度 也是要向下放空的一個好時機 當然跟上我的腳步 我會告訴你起碟點在哪 就像這個聯發科 你想賺錢的 這是我去年操作的股票 聯發科 去年1月22 496不空單 放空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避開風險 甚至是往下操作 去賺你該有的利率 為什麼 你如何從200萬變到300萬 他的目的是300萬為了迎接未來 倍數多頭的翻倍做儲備能量的整備 這一點也是我一次要教導大家 我希望大家趕緊跟上我的腳步 我相信我在上個禮拜 我推了很多東西 短天期也好 我就希望你能夠跟上腳步 為什麼 因為我一次在往前走 我一次在往前走 我領先者一次在往前走 你沒跟上的話 我想要拉你一把 我好想拉你一把 我真的好想要拉你一把 因為我真的不希望在未來還有更低一點 現在才在半山腰 你知道接下來兩個月發生什麼事嗎 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 我真的好想要拉你一把 但你有沒有跟上呢 我講得太多 也是白費的 你沒跟上也是白費的 雖然很辛苦 我說我一次要叫你 大家趕緊跟上我腳步 我要傳達的是 一個正確的操作理念 在空頭可提的正確操作理念 無非就希望你能夠來體驗一下 什麼叫專業 什麼叫財富從分配的贏家 你不要當這一段的輸家 你在這一段的輸家 我會難過 我真的會難過 枉費你看我的節目 你這個半小時 每天花半小時看我的節目 枉費你坐在電視機前面上面 看這個節目 因為你沒跟上 就像上一次 可誠一樣啊 這就要財富從分配啊 很多老 高手 新手會套在這 老手會套在這 結果咧 哇賽 當然咧 起碟我會跟你講 問題我也跟你講 蘋果熟透的就是摔 現在iPhone 6s的銷售量會越來越差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好希望你趕快跟上我的腳步 為什麼 因為我要讓你見識 如何在這個財富從分配的過程當中 你兩百萬變到三百萬 我證明給你看 我是要證明給你看 一個正念專業的操盤人 他不會用嘴巴表演或是 一直噴口水這樣 講得千花亂墜 我相信那個時期 五年十年前 你被所有頭顧都這樣被吸引 很多人會講一句話 就像我出去辦演講 很多人會說 你們頭顧都在騙人 我一直強調 我這扇門我什麼時候關起來 我對這個行業 我對這個行業我很失望 但是我有一個責任 在空頭格局 我希望大家能夠避開 我讓你見識 什麼叫做財富從分配的過程 當然這一路走來 你沒跟上真的很可惜 這一路走來一百二十塊的價差 當然這個空點 如果你有跟上的話 你會見識到 我跟你講的 絕對都是真的 因為這樣的做 就是為了未來多投 續新能量 我好期待的 大家趕緊跟上我的腳步 尤其是12月底 那一些兩百多通 來替我支持的投資朋友 真的感謝你 有陸續才跟上我腳步了 當然 我希望能夠幫大家一把 我希望大家能夠在這一段 過程當中不要受到傷害 趕緊的能賺盡量賺 為什麼 未來那段更好賺 只是這一段 你如果沒有趕緊的蓄勁能量 更別講新手套在高檔 老手套在反彈 這一陣子你仔細看 多少人會套牢 你等著看 我相信平蓋股很多人沒有避開 這都是我當時 我在去年年底的操作 這一些 我都讓你見識到了 為什麼空下去會跌 為什麼空下去了 它就會跌 因為我們的方法是對的 因為我領先市場看到 大家沒看到的事情 當然這個台股破底之路 還要繼續走的時候 你現在趕緊的是要幹嘛 你持股該怎麼解決 很多人說我沒做空 你沒做空 我找一個ETF你可以買的 一樣 當帶你賺錢避險 你不相信 跟上我腳步了這一陣子的 那一些人 他感受到了 有些人說不做空 但是我帶你買一個東西 他真的可以在股市往下跌的時候賺錢 更別講 向下操作才是賺更多的錢 這一陣子來 我相信跟上我腳步的人 我就是帶他朝這個目標走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真的很希望 大家趕緊跟上我的腳步 因為呢 今年隨時這個門我會關起來 因為我不希望看到 這一段最低一點來的時候 大家哀鴻遍野 那時候我真的沒心情上節目 因為我希望 大家能夠趕緊的在我的保護之下 能夠避開那樣的風險 這幾天你可能開始要見識那個威力了 只是呢 沒關係 你今天緊張的沒關係 你要想清楚 趕緊的處置 我幫你處理 趕緊的跟上我的腳步 我帶你怎麼避開這段 而且呢能夠 就算你之前操作賠錢的 我帶你怎麼賺回來 怎麼做 來 我下個階段來跟大家講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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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去 晉晴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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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也凭选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 投资朋友你来股市 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 你来股市操作 你做对了 你赚到钱了 你会不会有那个 好希望明天股市又开盘 又继续赚钱那种感觉 那个就叫希望 如果做错了赔到钱了 你会觉得 我绝望我怎么会做错呢 很自责 但是往往为什么会做错 通常在多头市场 我相信大家没有那个感觉 但是往往在多头转空头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反而是大家会有这样的 很明显的差距 会非常明显 现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紧张了 破底了怎么办 这一路走来 我高副总统 我其实我一直秉持了一个原则 我不会忽多悟空 我会告诉你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都可以先跟你讲 不然的话 因为我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说 今年的空头格局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公头会怎么走 而且我们看得懂 控盘者在做什么动作 我们也知道国际局势的变化 我们也知道热钱会怎么走 外资会怎么做 如果你都不知道 那你在股市里面 就会呈现赔钱的状态 你就会很失望 当然就像可乘 我们讲说 这一段150万的下跌 如果你没有卖 你一支套 一支套 一支套 你当然会变得绝望 为什么 你赔掉了150块 你就是说一张本来3万5的 你赔掉剩点35万 赔掉剩点20万 你赔掉15万 你会觉得好自责 为什么会赔 都快过年了 我原本是 原本是希望能够赚个红包钱 结果赔了 赔了一台车 怎么会这样 你会觉得很自责 很绝望 对不对 其实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基本上因为你做错了 那做错了没关系 你要赶紧振作起来 那相对的 你要赶紧的跟上我的脚步 因为这一阵子来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基本上每个转折我都帮大家掌握好 我相信转折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那我帮我的会员掌握的还OK啦 只是说我希望你能够跟上是因为 你真的在空头格局需要一个人保护你 第一个你现在持股 摊开来给我看 该处理就像上个礼拜 来跟上我行列的人 跟上什么行列 我说一个月的费用 我只收你一个月 没关系 我再多送你两个月 因为你会跟我说要过年了 没关系啊 我再多送你两个月 或甚至年后再起转 无非呢 第一个我就是想解决你的问题嘛 好 感谢大家支持 真的很满多人跟上的 这个地方我就会说 赶紧的持股调整 好 礼拜一礼拜二有反弹吧 它是什么 调整的机会嘛 调整机会之余 那该接下来该怎么赚钱 当你错过了去年的联巴科 错过了可乘 瓶盖股之后 当然 我跟你讲 接下来在加速感底的过程当中 你要赚大的 最后阻碟段加速感底的那一段 是赚大的哦 当然可乘它已经开始进入阻碟段了 没错 但是你要去复制它 加速感底会有什么特色 法人多杀多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股票 我跟你讲我全力锁定 你还没跟上赶紧 因为法人已经开始持股松动了 要开始砍了 一砍出去就是50% 到这里哦 目标在这里哦 那这个模式就跟可乘一模一样 假穿头会增破底 破这个底 假穿头会增破这个底 来到这里 这样子50% 我认为接下来在阻碟段加速感底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借机实力 因为呢 我也是说 我好希望大家赶紧跟上 因为在我的保护之下 我希望你不要受到伤害 我希望还能够帮你在这一段赚钱 因为这一段是我的责任 当来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我的门 我就关起来了 我可能就不上节目了 我可能就好好带会员再多投 享受倍数的那个随便买 我们有倍数的一个利润 所以你要把握机会 在我还在节目上面 我再继续带会员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你赶紧跟上 无非就希望 不管你是不是从200万现在赔到 变100万套牢了 我想办法让你回来 让你回来要有方法 当然 第一个要借力实力 多杀到股票 还有一种 叫融资多杀 融资断头的股票 你要注意哦 接下来加速感底的过程当中 这个股票 这个融资很高吧 很高哦 在涨的过程当中 融资一直增加 还在增加 假穿头会增破底 不要小看这一段 这一块就是50% 那谁让它跌下来 就是融资啊 融资断出去啊 你看看每次的空头落底之前 是不是融资多杀多断头的 绝对是 那我们来借力实力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要经过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我能够带你 我希望你赶紧的跟上我的脚步 真的 当然跟上我的脚步 我知道你的考量 没关系 我用少少的花费 希望能够带你避开这三个月的下跌 所以呢 我只收你一个月的费用 我再多送你两个月 从过完年后起算 这个呢因为有名额限制 我今天我再开放20名 我再开放20名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的 我今天再开放20名 详细的内容 欢迎你跟我线上服务人员做个联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 请用预分枝 吹起疼 请用起疼五分枝 五分枝 不好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资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资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资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资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哪一千万 多佳發 你在 films 有些人比他更重要 那只不如你更重要 多佳婷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你也比我更重要 那只不重要 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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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不重要 你更重要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唱歌随时都听得到 也随时都看得到 全头15片CD 2片DVD 总共251收 1,280块 减卡电话 控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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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哦 请播02-365-3255 各位看关系听好 节电阿光我来了 举手之劳请关灯 节能减碳少不了 电器加装定时器 节电行动要做好 少看电视一小时 外出走走心情好 电源不用就关掉 收到账单没烦恼啊 没烦恼 能不节电省钱要找